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友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陪女友一起到派出所报案 结果被送进了看守所 前两天 温州泰顺县的吴某收到一条短信 短信内容是他的花呗 欠了九千多元钱 吴某觉得很奇怪 自己并没有花钱 支付宝里怎么会欠钱 随后吴某询问男友薛某有没有用了他的钱 薛某坚决否认 还陪着吴某一起去派出所报案 温州泰顺县三魁派出所民警张润表示 当时我们也怀疑是他男朋友把这个钱转走的 但是他都不承认的 说可能是什么病毒进去了 把这个什么钱转走 受害者吴某说 我是很信任他的 肯定也没有想到 而且也是他陪我去的公安局 所以我就更信任他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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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